9月14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表明 8月份生产者获得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 表明通胀压力有所缓解 一天前令人失望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报告引发华尔街崩盘 劳工统计局1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衡量批发价格水平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环比下降0.1%与预期持平 而剔除食品、能源和贸易服务的核心PPI上升0.2% 该报告显示 整体PPI同比增长8.7% 较7月份9.8%的增幅大幅回落 为2021年8月以来的最低年度增幅 核心PPI同比增长5.6% 于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增幅持平 8月PPI环比下跌的原因是 商品最终需求指数下跌1.2% 而其中4分之3是汽油价格下跌12.7%所致 能源最终需求价格下跌6% 当月批发服务价格上涨0.4% 表明疫情时期经济从商品通胀飙升进一步转型 当月最终需求服务价格上涨0.4% 差额来自贸易服务价格上涨0.8% 在这些数据发布的前一天 劳工统计局公布了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该数据高于预期 这两份报告的不同之处在于 PPI显示的是生产者从制成品中获得的收入 而CPI反映的是消费者在市场上支付的费用 PPI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前瞻性通胀指标 能够根据它来预测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然而随着制成品在总支出中所占份额的下降 制造业的重要性多年来有所减弱 CPI报告发布之后 强化了联储会继续激进加息的理由 股市应声大跌 PPI数据公布之后 股指期货上涨 美国国债收益率也走高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跟踪的联邦基金期货数据显示 CPI报告发布之后 市场完全消化了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 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 加息整整100个基点 中计正100G 短信市场提供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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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算一下 3 二 二 三 三 二 三 四 四